用开发者工具在本地创建一个小程序 默认里面会有一些演示的代码 它就是一个基本的小程序 小程序的主体部分应该有三个文件 app.js,app.json,还有一个app.wxss 这几个文件要在小程序的根目录的下面 这个app.js是小程序的主要的逻辑代码 我们可以先打开它去看一下 这里用了一个app注册了一个小程序 注册的时候给它一个对象 里面可以去放一些东西 比如这个onlaunch 就是小程序的一个生命周期的函数 这个onlaunch会在小程序初始化以后被调用 我可以把要在这个阶段去做的一些事 去放在这个函数里面 下面的getuserinfo是一个自定义的方法 globaldata是一个数据对象 这个getuserinfo这个方法 可以在小程序的其他地方用到 它做的事主要就是去得到用户相关的信息 这里面用了小程序提供的一个接口 就是这个getuserinfo 小程序里面还提供了一些其他的接口 可以去上传文件 可以得到用户的位置 用户设备相关的信息 可以去用微信支付或者是登录等等 这里用getuserinfo这个接口得到了用户相关的信息以后 会把信息放在一个全局数据对象里面 就是这个globaldata的userinfo app.json是小程序的一个全局的配置 你可以在这个页面里面去说明一下 小程序的页面 窗口的样式 还有使用的标签等等 比如这里面用了一个pages 说明了一下这个小程序里面的页面 这里有两个页面 一个是index 还有一个logs window里面设置了窗口上面的一些样式 看这些pages的名字 你应该知道具体表示的是什么 比如说一个background text style 是跟文字相关的样式 light就是设置的直 navigation bar background color 指的就是导航栏上面的背景颜色 现在导航栏的背景颜色是白色 navigation bar title text 是导航栏上面的文字 现在是wechat 要是微信 我可以改一下这个文字 比如说 您好叫net 你会看到现在这个小程序首页上面的 导航栏上面的文字 就变成了我们修改之后的您好叫net 再看一下app.wxss 这种wxss后续的文件里面的东西 就是小程序用的样式 wx是微信 ss是stylesheet 它跟我们平时用的css差不多 在这个样式文件里面 给这个.container这个类定义了一些样式 里面用了一些flagbox样式的属性 您好往有一个flagbox相关的课程 你可以先去看一下 这里面定义的样式 可以在小程序的页面上用到 比如在小程序的首页上面 就用到了这个样式 我们可以先验证一下 添加一个新的属性 background 去设置一下背景颜色 你会发现首页上面的某一块区域的背景颜色 就会有一些变化 我会发现首页上面的某一块区域的背景颜色 我会发现首页上面的某一块区域的背景颜色